下面我们开始进行实操讲解 就是看它怎么算 借款费用的计量 先说最简单的辅助费 辅助费资本化的实物认定 对企业发生的专门借款或一般借款 注意啊 它这个辅助费专门一般都算 在所构建或生产的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达到预定可使用或可供销售状态 之前发生的应当在发生时 将其发生额予以资本化 这句话言外之意就是辅助费 只要卡到停止资本化日之前的 所有的辅助费都应该资本化 来再读一遍 这个是在达到预定可使用 可供销售状态之前发生的 就是说它只卡一个停止资本化 它没有卡开始资本化 在所构建或生产的符合资本化 条件的资产达到预定可供销售状态 或可供销售状态之后发生的 这个的话呢 所当机损 显然辅助费弯弯绕比较少 我再说一遍 辅助费卡在停止资本化日之前的 那个辅助费 通通通资本化 之后的话呢 一般是废话 但它没有特别强调哪天开始资本化 这是非常特殊的 别的你像外币专门借款的汇兑差额呀 包括专门借款的利息费呀 一般借款的利息费呀 人家都有一个开始资本化 停止资本化 这个辅助费只卡一个停止资本化 嘿 它没有开始 没有开始资本化日 再看外币专门借款的汇兑差额的认定 由于企业取得外币借款的时间 使用外币借款的时间 以及结账的时间往往不一致 汇率随时发生变化 因此外币借款会产生汇兑差额 相应的 在资本化期内 为了构建固定资产 以它为代表 而专门借的外币专门借款 这个汇兑差额 在构建资本化的过程中 应该是在资本化期内 通通资本化 进入它的资产成本 在资本化期间内 外币专门借款的 本金和利息的汇兑差额 应当于资本化 进入它的资本化资产的成本 除外币专门借款以外 的其他的外币借款 这说的是外币一般借款 外币一般借款 是走财费 那个汇兑差额 在这儿呢 一定要强调它的处理原则 我在这儿再把它总结一下 首先 汇兑差额 主角必须是外币专门借款的汇兑差额 才有自来自来自来化 如果是外币一般借款的汇兑差额 是没有理由自来化的 必须是外币专门借款的汇兑差额 才有资格资本化 外币一般借款的汇兑差额 是不让资本化的 那在这儿的话呢 有些同学误认为 是不是外币一般借款的 那个利息费也不让资本化 那是两回事 外币一般借款的利息费 满足条件是可以资本化的 我只是说外币一般借款的汇兑差额 不让资本化 你别串了 你千万别认证 所有的这个外币的一般借款 就没有代价 没有资本化 没有 外币一般借款的汇兑差额 不让资本化 但是它的利息费 符合条件是可以资本化的 因为这块的话 很多同学容易把它绕到那块去 总觉得外币一般借款 就不让资本化 不是那个意思 你这样子 我们在这找个题 把它再强化一下 来看这道教学案例 贾公司在01年初 为了建造某工程 而专门以面值发行了美元债券 1000万年率8% 来我们在这先做一个整理 公司债券咱还没讲 不过在这我们先铺垫一下 公司债券其实就是借钱 如果它是按照面值发行 则是指的 这个债券的票面年利率 就是实际利率 简单说呢 就是这个债券的实际利息费 每年多少 80 和它的票面息是一样 没有折一价 事比较简单 73年 每年付息到期还本 假定不考虑辅助费 也不考虑闲置资金收益 干嘛要说这个呢 因为它是专门借款 专门为了这个工程 而发的这个债券 属于专门借款 外币专门借款 外币专门借款 我们刚才聊过 利息费的资本化 应该抠掉闲置资金收益 我们这假定没有 要是假定没有的话 相当于在资本化期内的 所有的专门借款利息费 都应该资本化 每年的1月1号 支付上年利息到期还本 工程在2001年初正式开工 这一天发生了 第一笔资产支出200万 来咱们先对一下 哪天借的钱 第一年初 哪天开的工 01年初 哪天第一笔资产支出 01年初 那就是这天就是开始资本化 哪天完工呢 02年的6月30号 这天达到一定可使用 这天停止资本化 停止资本 那他的资本化期是从 01年的初到02年的6月底 这是整整一年半 资本化期 然后他说他支出的是 7月1号支出500 02年的1月1号支出300 我先画个图展示一下 请看题版 首先 2001年初这天是开始资本化 因为这天是第一笔资产支出 这天是开工点 这天还是借款费用发生点 这三个点都有 这天开始资本化 全年的话呢 都在正常的资本化状态下 然后到了02年的6月30号 只算达到预定可使用 整个他的资本化期是一年半 整个资本化期是一年半 然后这天支出了200 他总共借的是1000 花200这儿嫌多少 这块 这块嫌800 没错吧 然后又花了500 这是7月1号 那这儿应该嫌多少 这儿应该嫌300 然后这儿又花300 这就不嫌了 干嘛要说这个呢 因为刚才咱们讲过 专门借款的利息费资本化 它应该是资本化期内的 专门借款的总利息 去掉闲置资金收益 应该是整个这一年半的 专门借款的总利息 这一年半在资本化期内 这一年半的总的 专门借款的利息费 应该资本化 但是得抠掉一段嫌 一段嫌两段 闲置资金的收益 应该去掉 但我们这个题的话 省事了 它假定没有 没有的话呢 那就干脆就是 所有的一年半的利息 直接都是资本化 就简单了 这是要说的一个问题啊 它这个问题 主要突出的是贿对差额 利息费资本化并不是主角 它把很多项都闪掉了 借账本位币是人民币 显然它的美元就是外币了 按当天汇率来作为记账汇率 01年初的汇率是1比7.7 年底汇率1比7.75 02年初的汇率是1比7.77 02年6月底的汇率是1比7.8 这是四个汇率点 我们在这开始整大 先看第一步 根据刚才咱们做的各种铺垫 首先它是专门借款 而且的话呢 假定没有闲值资金收益 这样的话呢 整个这一年半的资本化期内的 所有的利息费都资本化就可以 先来个最简单的 头一年 总利息多少 80嘛 刚才我还说了 它是面值发债券 面值发债券 面率就是市率嘛 实际利息费就是80 80的话 等会儿这利息哪天出来的 我们一般认为利息应该是天天在滋漏滋漏的往外冒 但是你那样的话呢 这个点就没法掐了 我们假定 它这个利息是在年底突然蹦出来的 就是年底才出来的 因此它用的这个汇率啊 是这个 这个 7.75 年底汇率 是7.75 折人民币是620 直接借赛金工程620 带应付利息620 这是第一步 再来 你看啊 我们这个钱借的时候是在这儿 当时借的话呢 那个1000万美金吧 折人民币是1000万乘以7.7 然后到了这个年根底下 它这个汇率是天天动 我们没法做到天天动 但是至少按年按月得调吧 那你当初借的这1000万 借的话是1比7.7 到你年底的话呢 第一个节息点 应该是第一个算息的点 它的汇率涨到了7.75 那就说你的1000万美金 哎 等会儿 增值了个0.05 就是单美金 最终增值的是50万人民币 然后这个80万的息 是什么时候冒出来的 刚才说了 假定年底的瞬间突然冒出来的 这个不太很严谨 但是那你说我这利息我天天冒 你怎么算啊 没法算了 你只能说我假定一个点出来的 那就是年底突然冒出来的 这样的话 登账汇率 调账汇率都是7.75 就没有汇差 最后的话呢 就是50的汇差 还是本金的那个汇差 有关它的分路是 借赛金工程 带应付债券50 为啥走应付债券呢 因为它是本金的汇率差 不是利息的 借赛金工程带应付债券50 来来来对一下 对一下 你看这是那个谁 这是那个本金的汇差 这是那个利息 没汇差吗 所以说呢 它的所谓的外币专门借款的汇对差额 这只有本金有汇差 利息没有 分路阶级赛金工程带应付债券50 说的是外币专门借款汇对差额 资本化的一个典型显示 还没完 这个利息提完之后 啥时候给的 隔天给的 提的时候是7.75的汇率 给的时候就变成了7.77 也就是说呢 等着 它这个利息 哪儿 这儿这儿 提的时候是多少 7.75 给的话是7.77 隔一天 这个增值了 那你肯定 肯定这个负担就重了 有汇对损失 没错 你看 这是我提的时候是620 当时是7.75 给的话是7.77 咱们再对一下 80乘以7.75 当时提的话是7.75 给的话是7.77 7.77 乘以80 给的话是621.6的人币代价 显然它 它比当时计题的时候要贵了 贵了多少 1万6 形成损失 走三斤工程 这也算是外币的 专门借款的汇对差额的一个表现 那就说呢 这个外币专门借款的汇对差额 除了刚才说的 期末条仗有个汇对差额 还有一个就刚才这个提息的时候 你用一个汇率 我给的话呢 当时汇率又不一样了 这样的话呢 你肯定会有一个负债的增减值嘛 也算是一个汇对差额的另外一个表现 那怎么说 哪个算是外币专门借款的汇对差额呢 我再给你指一遍 这个是 这是一个 这是那个本金的汇对差额 再有的话呢 就是刚才的一个 提的时候是7.75 给的话是7.77 又涨了 是不是多给了 多给了 多给了这个1万6 工程成本 追加 这也叫外币专门借款汇对差额的另外一个表现 来读一下 说隔了一天 给息的话呢 是80万美金 但人民币表示是621.6 当时你原来提的话是7.75 给的话是7.77 凭空多了个啥 1万6 这是他的另外一个汇对差额的表现形式 走 再来 说6月底了 完工了 完工了 那个利息提半年的话 提40万美金 40万美金 我们假定是在6月30号突然冒出来的 那他的登帐汇率是7.8 7.8 直接借赛金工程贷 应付利息312万 使用40万乘以7.8的汇率的导账 借赛金工程贷 应付利息312万 然后呢 又来了 你在这儿 这不是这个完工了吗 你这个本金还有一个汇率调差 因为本金上次调到这儿了 你这次再调到这儿 这不是吗 这是一个本金的汇率差额 1000乘以7.8减7.75 然后这个利息登帐调帐都是7.8 没有汇差 真正的汇差又是本金的汇差 本金汇差就是刚才说的 借赛金工程贷 应付利息50 那等于说呢 由于利息 你假定是年底 或者叫月底 或者叫半年底才出来 它的登帐调帐都是那个汇率 在这儿是没有汇差的 借赛金工程贷 应付债券50 没了 这个题到这儿就结束了 我们这个题的话呢 是比较简陋的 有好的东西都省掉了 第一个 它假定没有闲置资金收益 没有闲置资金收益的话呢 所有的资本化期内的 专门借款利息配通通资本化 把问题讲话了 第二个的话呢 我假定利息是在提息的瞬间 一次突然冒出来的 那么它的登帐条帐都是一个汇率 它就没有出现利息的汇差 只有一个本金的汇差的一个调账 还有 由于它这个利息 GT实施一个汇率 我支付时是另外一个汇率 那个也叫汇对差 但说一千到一万 我们所展现的汇对差额资本化 必须加个定义 是外币专门借款汇对差 一般借款的汇对差额是不让资本化的 但是还是那句话 你不能说 由于这个外币一般借款的汇对差额不让资本化 所以说外币一般借款的所有的利息费 都不应该资本化 那是两回事 只有外币专门借款 它的汇对差额可以资本化 外币一般借款的汇对差额不让资本化 但是外币一般借款的利息费满足规定条件是可以资本化的 你可千万计长这是两回事 来咱们接着做 说完了半天了这是到哪了 辅助费说了 那个谁 汇对差额也说了 刀的半天都说这俩了 现在咱们再卡最后的 就是最关键的叫利息费资本化 先说专门的吧 专门借款的利息费资本化要求是这样的 首先专门借款发生在资本化期内的所有的专门借款利息费 去掉闲置之间资深的利息收益 再来一遍 资本化期内的所有的专门借款的利息费 去掉闲置资深的利息收益 就是闲置专门借款资深的利息收益 把它去掉形成净代价 构成利息费资本化 以后一个题再来一个 二三年初借的钱 借了一百专门借款 年率百分之六 当天支出三十 当天开工 当天开始资本化 因为这一天是借款费用发生点 这一天是开工点 这一天是第一笔资产支出点 所以说这一天挺忙 这一天是开始资本化点 我们假定到年根底下 它工程没完工 全年都在资本化期内 我就问你 它闲了多少钱 闲多少 闲七十 闲的七十 买国债 年收益率百分之一 那它挣多少 零点七 那它的资本化怎么办呢 这样来 看总利息 一百的百分之六 嘎掉闲置资金收益 等于五点三 五点三形成资本化 再强调一遍 专门借款的利息费资本化 应该怎么算 专门借款的利息费资本化 首先卡好资本化期 全年 算出它的总利息应该资本化 但是得抠掉闲置资金收益 所谓闲置资金 就是没有用到工程里面去的那个钱 资深利息收益 或者叫投资收益 把它扣掉 就刚才说的 一百的百分之六 减掉七十的百分之一 形成五点三的净代价 构成资本化 稍微来个个儿大的 刚才那题太low了 来个稍微个儿大的 那这个题比较狠 这是我付的 甲公司为建造生产线 在09年12月31号 卸入专门借款 本金1000万 年率6% 期限4年 每年复息到期还本 工程采取出包方式 2010年2月1号开工 工期为两年 2010年相关资产支出如下 首先2月1号支出200 5月1号支出300 7月1号工程事故 一直停到了11月1号 等会儿 是不是暂停 当然暂停了 非正常 而且是连续超过三个月 11月1号花了300 到了第二年 2011年 3月1号支出工程 进度款100 6月1号支出工程 进度款100 工程在9月30号完工 闲置资金买国债 一个月拿到千分之一的收益 问这两年的专门借款 利息费资本化 如何计算 我们先卡一个开始资本化 哪天借的钱 09年12月31号 这叫借款费用发生点 哪天开的工 哪天 2010年2月1号开工 哪天出现的第一笔资产支出 这个 2月1号 所以说呢 2月1号为开始资本化日 那你2010年全年是都在资本化期内吧 怎么是呢 你2月1号开的工 2月1号第一笔资产支出 早就出现了借款费用发生点 2月1号是开始资本化日 这样的话呢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应该有11个月的资本化期 但是 它有4个月的暂停 看见没有 最后只有几个月是资本化期 7个月 来来整个 这是09年底借钱的那个时间 这是开工和第一笔资产支出的时间 这是第二笔支出 这是那个暂停资本化 暂停 为啥暂停呢 工程事故暂停连续 非常常超过3月嘛 对 暂停 这一天支了多少 支了300 这是到年底 那这年的话呢 你先说资本化期 是从2月1号开始资本化 当年是7个月的资本化期 我给你数着啊 就这段 21到7这是5个月 10月1到年底这2月 这不7个月 它闲了多少钱呢 资本化期内 闲 这一段闲800 它总共接一千 这不花200 闲800吗 那这个呢 这个闲500 就是5亿到7亿 这个闲多少 这个11月1号到年底 这个闲 这个闲200 三段闲置 因为你现在要把 资本化期内的 闲置资金都得算出来 待会算闲置资金收益 资本化期内 闲了三段 再来一遍 21开始资本化 刚说了好多遍了啊 21到51闲800 51到71闲500 11月1到年底 闲200 这三段闲置 如果从刚才的这个题目的数据 展现来看 那么你的当年的资本化的额度 应该怎么办呢 你得把在7个月资本化期内 21到71 10月1到12月底 资本化期内的所有的利息算出来 嘎掉它 闲置闲置闲置的资金收益 形成净大价 构成资本化 上 7个月是资本化期 刚才说了啊 然后它的资本化期内的总利息是 1000的6%的7%等于35 闲置资金收益 有几段闲置啊 这是哪一段 咱对一下 800 这个21到51 闲三月 800的千分之一乘以3 一个月正千分之一嘛 这这500呢 500这个 这个 51到71 闲两月 分一二 这个呢 这个是谁 这是11月1号到年底 闲两月 闲200 200千分之一乘以二 对 这不三段闲置吗 三段 对 闲置资金收益为3.8 总代价35 嘎掉3.8 净代价31.2 分路 解资金工程 31.2 这即应收利息 获银行存款3.8 带应付利息35 就这么做 这说了半天了 你光说资本化期 还有非资本化期呢 再把这个题拎出来 再来一遍 还有这个数啊 看着 你告诉我 哪段时间是非资本化期 前面一股 这 还有谁 中间的散平四个月 这叫非资本化期 非资本化期就闲置吧 有啊 头一段闲一千 那闲一千 这这个呢 这个闲 这个闲 闲五百 那非资本化期 这个利息费怎么办 走槽费啊 专门借款的利息费 如果发生在非资本化期 应该用非资本化期的总利息 嘎掉闲置资金收益 构成净代价 列财务费用上 这就是非资本化期的 专门借款总利息 嘎掉闲置资金收益 两孤入闲 一个是刚才这个闲 闲一千这个 闲了一个月 一千的千分之一乘一 这个呢 这个这个 闲四个月 七一到十月一号嘛 五百的千分之一乘一四 然后呢 他也是玩一个叫 总利息嘎掉闲置资金收益 形成净代价 即财务费 前面那个资本化期 是走工程成本 那等于说呢 专门借款的利息费 无论在资本化期内 还在非资本化期内 他必须以净代价认定 他所归属的那个额度 那等于说资本化期内的话 是所有的利息费 嘎掉闲置资金收益 即工程成本 或者资产成本 非资本化期的话呢 是净代价即哪 借曹费 借曹费用二十二 这额度没错吧 提息的五个月是二十五 嘎掉闲置资金收益 这是多少 三 最后净代价二十二吧 借曹费用二十二 借应收利息三 代应付利息二十五 我们把它写在一起啊 这样的话看得舒服一点 咱把最后的这个分路 拼在一块 借资金工程是三十一点二 财务费用二十二 闲置资金收益两段吗 这是那个资本化期的闲置 这是那个非资本化期的闲置 最终是六点八 代应付利息六十 我再拼一下 没错 这个应收利息呢 就是闲置资金收益的一个表达 闲置资金收益 也可能是借银行存款 得看他到底是拿什么方式收回吧 走 第二年呢 第二年更简单了 第二年他三一号支一百 六月一号又支一百 然后九月底就完工了 那他的资本化期就九个月 然后他的闲置 闲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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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闲多少 闲二百 上次挪过来的啊 这个闲一百 没了 那他的资本化期是几个月 九个月 扣掉这两个闲置资金收益 形成净代价进行资本化 走九个月的总利息 一千的百分之六的十二分之九 闲置资金收益 两百的千分之一乘以二 说的是这个 再来 一百的千分之一乘以三 说的是这个 净代价44.3 走炒费呢 炒费就这段 这一段走炒费 就就杀月嘛 这个的话没有闲置 用完了 三个月的非资本化期的总利息 走炒费就可以 这直接是十五方 三月 再进攻城 44.3是刚才的净代价 然后 闲置资金收益是0.7 最后带应付利息六十 这个更简单一些 来 我再稍微的复个盘 首先算出第二年的总资本化期 是九个月 然后用总资本化期的利息费 嘎掉 闲置资金的两段收益 最后形成净代价44.3 走再进攻城 闲置资金收益 借应收利息 后边这三月 这三月 已经没有闲置了 全都走炒费就行 非资本化期 再应付利息六十 这样做 搞定 这个难度稍微大一点 弯弯绕有点多 但是基本原理很清晰 我们在这看一下一般分路 长期借款 借曹费 非资本化的 再进攻城资本化的 闲置资金收益 有的走应付利息 有的走银行存款 这得看它到底 以什么方式来出现吧 代方应付利息 是提的那个息 那是公司债券呢 公司债券需要改改样啊 就是 再进攻城还是老样 财费是老样 应付利息或银行存款 闲置资金收益 也是老样子 就这改了呗 要么就是借应付债券 利息调整 要么就是贷应付债券 利息调整 要么就是贷应付债券 应付利息或应付利息 这是分次结析的 这是中间货结析的 有关这个问题 以后呢 我们讲到应付债券 会专门说 马上会讲金融工具吗 提到它再说 这就是一个形式不同 本质都一样 关键计算的话呢 要把它的资本化额 和曹费的额度 要算准 来看这道单项选择题 甲公司07年初 发行面值一个亿的公司债券 取得借款用于厂房建设 专门借款 分次复息到期还本 期限四年 年率10% 每年12月31日支付当年利息 债券的实际利率8% 发行价1动662.1万 款项存入银行 厂房在1月1号正式开工 年初发生第一笔资产支出 截止到年底 累计花了4600 咱们数一下 哪天开始资本化 这天开的工 这天是第一笔资产支出 而且这天还是借的这个钱 所以说呢 07年初是开始资本化日 全年都在资本化期内 全年都在资本化期内 利息费多少 10662.1 这是期出贪余成本 实际利率8% 这不就是全年利息吗 算一算 10662.1乘以8% 等于852.968 当年的实际利息费 有闲值资金收益吗 有 他是买国债的 闲钱 760 那你的净代价是多少 净代价减760 嘎他一下 看看净代价多少 调过来 968 往下减 这个是烙一个9 92.968 92.968 是资本化额 然后他说 年底不是没完工吗 问这个时候工程成本是多少 工程成本先花了4600 这不有 这不有吗 加上92.968 92.968 你挪一下 这不就是4692.968吗 算谁去 算A吗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 什么资本化期的耸利息 嘎掉闲置资金收益 形成净代价 借工程成本吗 然后你已经花了4600了 已经在工程里面 花了4600 借记载进工程了 再把这个加上去 形成最终累计余额是 4692.97 书上有一道题 我们在这儿呢 也讲一下他这个书上这道题的 一个专门借款的操作过程 书上这个题特别简单 看一下 ABC公司在07年初 动工兴建一栋办公楼 工期一年半 工期采取出包方式 在1月1号 还有7月1号和第二年的1月1号 分别支付工程进度款 ABC为了建造这个楼 在1月1号专门借款2000万 期限三年年率6% 在7月1号又借了4000万 俩专门借款 7500年这个第二个 年率7%半年支付 实际利率和票命率是一样的 闲置资金干嘛去了呢 买一些短期债券 固定收益率 月收益率达到千分之五 很高哎 然后呢 到08年的6月30号 完工达到预定可供使用状态 这是他那个私产支出的模样 我给你画一下 画到这儿吧 这样和更直观一些 根据刚才给的这个条件 咱们先找 哪天借的钱呢 哪天借的钱 07年初借的 哪天开的工 07年初开的工 哪天第一笔之初 07年初是第一笔之初 就这个呗 那07年初的话呢 特别忙 这天开始资本化 这天开始资本化 07年初 然后呢 到08年的6月30号 达到预定可使用 也就说 它的停止资本化 是在08年的6月30号 这一年半都在资本化期内 花了几份钱呢 这天花的是1500 然后7月1号 7月1号花的是2500 再往下来 08年的这儿 08年的1月1号 花多少 又花了个1500 然后到6月30号截止 你借了多少钱呢 你得少一下 你借了两笔钱 先借的是2000 后来又借了个4000 是吧 那你借2000 这开始 他这儿又是借2000 这儿就嫌500 你圈起来 这嫌钱 然后这儿又借4000 借4000的话呢 那500是用的上一波的 他花了2000 相当于第二波 那这儿嫌2000 没错吧 然后这儿又花了个1500 这儿就嫌500 你看这个很容易分析的 现在我们开始 盯他这个具体的计算 先说07年吧 07年 首先他的资本化 花期是一年半 07年是全年都在资本化期内 那他的全年利息 配是多少呢 这个 2000的6% 4000的7%的一半 这个为什么是一半呢 因为他7月1号借的 这两个专门借款 不是在同一个点借的 是在不同点借的 对 这是年初借的 这是半截7月1号借的 所以说呢 这个2000的是60% 人家全年息 4000的7%是半年息 这是他的资本化期的 专门借款的总息260 闲置资金收益是多少 等会他闲了几笔钱呢 数着 这儿闲了个500 半年的 这儿闲了个2000 也是半年的 走 500的千分之五的六个月 2000的千分之五的六个月 闲置资金收益75 然后你刚才的总利息是260 嘎掉75 形成净代价 185 走资本化 这儿定期的 08的话呢 跟他模仿差不多 08的话更简单 08的话半年是他的资本化期 半年 半年资本化期 2000的6%的12分之六 4000的7%的12分之六 这是他的资本化期的总利息 200 他的闲置资金 闲多少 就闲个500 就闲个500 闲个500的千分之五的六个月 15的闲置资金收益 用刚才的200减去15等于185的净代价 他俩数是一样的 看一看 07年直接借资金工程185 闲置资金收益借应收利息 或银行损款75代应付利息260 07年有没有所潮费的 没有 全年都是资本化期 没有做潮费 到08年上半年 提息200 闲置资金收益15 净代价185 走资金工程借记 借资金工程185 应收利息或银行损款15 代应付利息200 搞定 那他下半年呢 下半年他这没说 我再给你展开一下 他下半年肯定走潮费 但是你得抠掉他的闲置资金收益 因为他这个钱没用完 你翻译 他这个闲的话呢 你看这儿 这不闲 闲500吗 到这儿这完工了吧 后边还是闲 还是闲500 那你下半年的话 走潮费 你得把这个闲的这500的资金收益 扒掉 以尽代价走潮费 这是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这题比较low 事儿比较少 比我刚才出的题容易的太多了 没什么技巧 连个暂停资本化都舍不得出 来咱们看一下18年的单项选择题 06年的3月5号 甲公司开工建设一栋办公大楼 工期一年半 为了筹建办公大楼后续建设所需资金 在07年初 诶 这借多少钱 5000啊 期限两年年率7%跟实际利率相同 借款的利息按年支付 07年初 07年6月1号 07年9月1号 这个钱呢 支付了工程进度款2000万 1500万 还有一个1500 花满了呗是不是 借款资金的闲置状态 用于短期理财 挣了60万 在07年11号 达到预定可工省状态完工了 这是停止资本化的点 不哪天开始资本化 借钱的时间是在07年初 第一笔资产支出 07年初 开工呢 这个开得早 三月份开得供 在这儿呢 首先说 它的开始资本化点 应该是07年初 07年初开始资本化 07年11号停止资本化 相当于有9个月的资本化期 把这9个月的资本化期的总利息 专门结款吧 算出来之后 扎掉那个闲置资金收益就可以 直接算一下来 5000 百分之几 7% 几个月 9个月 然后减多少 减60% 减60%的闲置资金收益 5000的 7%的 9% 这个是262.5的总利息 去掉60 它的代价是202.5 选择币就可以 搞定 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单项选择题 2019年的7月1号 从银行借了3000万 年限两年年率4% 市场利率为5% 这个贷款专门用于 假公司办公楼的建造 属于专门借款 2019年的10月1号 开工 假公司支付了工程进度款600 这算第一笔资产之初吧 20年的1月1号和7月1号 分别支付工程进度款1500和800 20年的10月31号 假公司验收达到预定可使用 这天停止资本化 20年的12月31号 开始使用这个办公楼 问这里面谁的说法是正确的 我们先卡一个哪天开始资本化 哪天借的钱呢 19年7月1号 哪天开的工啊 19年的10月1号 哪天第一笔支出呢 10月1号 那就是10月1号是开始资本化日 它的停止资本化日是 20年的10月31号 我们先看第一问 它说谁对了 按照借款本金3000万年率4%计算的利息 作为它的应付银行利息 没错 借款费用开始资本化的时间是19年的7月1号吗 应该是10月1号 借款本金3000年率4%测算的利息额 在资本化期间计工程成本 这个应该按照实际利息费 5%来算 借款费用应该资本化的期间是 19年7月1号到20年的12月31号吗 这点不对 就第一个是对的好吧 来咱们分析一下 10月1号同时满足 这个应该是开始资本化 这是一个点 另外呢 第二个 注意错的这个是 资本化额应当按照本金乘以实际利率 不是它的票面利率 最后一个的话呢 它的起点是 19年10月1号到20年的10月31号 刚才说过了 来我们看一下22年的这个多项选择题 假公司是房地产开发企业 21年度 发生如像是像 头一个是年初 借了5个亿 专门干房地产开发 建设期是一年半 那就这天是借款费用发生点 2月1号买了地皮 直接开发 那就说这天开工了 看到没有 这天还花了钱开工了 直接买地皮 买地皮就相当于是私陈之初 因为你房地产开发 你肯定买地皮 买地皮的话呢 是典型的私陈之初吗 就是这天开的工 这天第一笔之初 那么1月1号是借款费用发生点 那就2月1号开始资本化 4月1号 除了安全事故 到10月1号恢复建设 显然安全事故肯定是非正常的 而且中间的话呢 连续停工达到了几个月 哇半年 6个月 6个月停止了 6个月停止的话呢 非正常连续6个月 那肯定是暂停资本化 每个月按照实际利率测算 利息支出是200 资本化期的闲置资金的理财收益是400 那你这样子 你先说他当年肯定是还在工程期内 当年的话呢 是2月1号至4月1号 10月1号至12月31号是资本化期 就这个呗 这是几个月呢 这两月 这三月总共五个月 那就是五个月 一个月是200 然后这是1000的利息费吧 对 这个应该是资本化期的利息 应该走资本化的 但是你得抠掉闲置资金收益 400 这是资本化期的 切剩下的话应该是600资本化 看他问啥 闲置的资本化期间的理财收益 做当期损益吗 不不不不 而资本化期内的闲置资金收益 它本身没有单独占 在资本化期内 把那个总利息算出来之后 嘎掉那个闲置资金收益 形成净代价 构成资本化 安全事故导致的停工期间的 借款费应当资本化 弄弄弄弄弄的 刚才说了 你这个非正常 而且连续超过三月的这种停工 应该是走费影化 不能够进行资本化了 暂停了吗 开始的时间是21号 没错 专门借款的利息支出 1000万 就是五个月的利息 即工程成本 没错 但是他这儿呢 少说一句话 你还得抠掉闲置资金收益 OK 行了 这是我们聊的 有关这张的 专门借款的利息费的 资本化的特点 我在稍微的总结一下 专门借款的利息费 资本化 就是卡一个什么呢 资本化期先算出来 把资本化期的总利息算出来 去掉闲置资金收益 就OK了 资本化期先算出来 去掉门借款的利息费 资本化期先算出来 资本化期先算出来 去掉门借款的利息费